每個都有一部電話在手 弟弟哥都不例外 看著這條片的你可能都是一份子 不過有小朋友的家長要留意 有調查發現小學生用電子產品的時間 和家長用電子產品的時間成正比 甚至多過家長一倍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訪問了700多個父母和監護人 不計學習用途 小學生用電子產品包括電視、電話、平板和遊戲機 平均每日用4小時 放假就去到6小時 遠高於衛生署建議的2小時 超過8成小學生經常用來看網絡影片 6成就用來打機 超過一半受訪家長 因為用電子產品的問題而和子女衝突 甚至有家長的10歲兒子 因為被禁止打機而動手推婆婆 雷青說家長應該避免過早將電子產品被誘導 應該用圖書或者抑制玩具取代 家長自己也應該少些用做好榜樣 再次見到旁邊的電子產品 炭化